水稻收入保险从民国111年起开办 其中基本型无需缴费 农业部全额补助 另外加强型水稻保险 除了农业部补助50% 花莲县政府今年度则加码补助 从10%提高到20% 而花莲第三大水稻产区的光丰地区农会 特别提醒农民 从即日起到农会或者是乡公所申请投报 从111年开始推办的水稻保险 其中基本型水稻保险农业部全额补助农民无需缴费 另外一般加强型与优质加强型水稻保险 宝贝相同差别在于赔付金额的多挂 我们有一般加强型跟优质加强型 一般加强型的部分就是一般农友 你要保到优质加强型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你是产区的农友 或者是你有友善耕作 有机转型期或有机期的这些验证的 你才能去保到优质加强型 那优质加强型跟一般加强型 唯一差别是差在说 它每个赔付的公斤的金额有落差 那保费基本上都一样 极端气候造成农作物灾损 去年多个台风接力来袭 霍林县政府为了鼓励农友投保农业保险 今年起保费补助比率从目前的10%提高到20% 若再加上中央补助 农民最多只要自付30%的保费 如果你保加强型的 那你只要投保加强型的 政府农业部 农业部它就帮你出50% 你要自己出10%的话 就能承保了 只要出40%就能承保 那只要承保 政府帮你出50% 花莲县政府在今年开始 它帮你出20% 以前是补10% 那现在你看50加20 再加你自己出的10% 你基本上你只要投保 你就有80%的保障 为霍林县第三大随道产区的光丰地区农会 由于多数农民是与集团产区弃作 由集团产区负责投保 因此选择投保加强型随道保险的农民不多 不过农会仍然提醒农民 113年一起做投保期间是从1月1号起到3月31号止 若没有完成投保程序 也将无法获得理赔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